锁定台式五件新闻 SpaceX打造的新舰号称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太空火箭 耗费十多年研发 历经多次的测试失败 如今终于一切就绪也获得了批准 原本要在台湾时间17号晚间进行首套无人试飞 但由于超重型推进器的增压系统出现了问题 飞行指挥官决定停止发射 SpaceX Starship flight test has been cancelled for today 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太空火箭 SpaceX的新舰获得美国联邦航空总署的批准 原本计划在美东时间17号早上 从德州发射升空 结果因为技术问题被迫临时喊咖 至少必须经过48小时才能够再次发射 SpaceX花了十多年研发新舰 之前不同阶段的测试大多已失败收场 执行长马斯科特别打预防针 表示首飞的成功率大约只有五成 星舰的直立高度超过120公尺 比自由女神像还高 能够产生的升空推动力是过去阿波罗任务火箭的两倍 预载量大幅提升 渴望一次载100个人到月球甚至火星 星舰最终的设计是要重复使用 大幅的降低成本 因此NASA早就跟SpaceX签下30多亿美元的合约 要利用新舰准备在2025年上太空人重返月球 成员的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